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面前大家看到的这一盆优雅的飘逸的国蓝呢 是我一月份新团购的剑蓝市长红 这个品种呢,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了吧 它是由台湾的某一位陈姓市长培育而得的 它的花呢,和它的名字一样 是剑蓝当中少有的红花 而且它的红色很艳丽,很正 另外呢,它的新芽呢,出土的时候也是红色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这一盆呢 它的旁边出了一个小小的芽 那么现在呢,是正在一个逐步的开始 开口长叶的一个阶段了 本节视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剑蓝在新芽生长初期这段时间的 一个植株的养护方法 我们这边呢,是二月份 其实呢,在接近春天的时候呢 是剑蓝发芽比较旺盛的一个时期 首先呢,先带大家看一下 我的这一盆剑蓝的养护环境吧 它呢,是放在一个比较空旷的一个墙的边缘 它的对面其实是一个窗户 那我现在把这个窗帘拉开 其实它是在我二楼的卧室里的窗边养护的 这个是朝东的窗户 所以呢,早上的时候它是可以接受到比较温暖 然后也不是那么猛烈的直射光的 这一盆植株到我们家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但是呢,它对这个环境的适应呢 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每天早上的时候呢 我会把这个窗户给它开一条缝 然后让这个空气能够有一定的流通 那大家会想,那这个不是都是冷风吗 那大家开窗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首先它这个冷风虽然吹进来 但是它不会直接吹到植株身上 而且它进来以后跟室内的这个暖气有混合嘛 那么植株其实并不会感受到一个温度的一个突变 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它应该是非常喜欢这样一个环境的 因为它这个心芽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呢 长了大概有四五公分的高度吧 所以我觉得它对于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适应 以及对这个新的盆子的一个适应呢 都是非常迅速的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是它的一个采光的一个程度吧 现在我录制的时间呢 是快接近下午两点 那么还是有一些散射光进来的 整体来说呢 这个光线还是比较明亮的 并且这个窗户开了小口嘛 那么它的这个流通呢 相对来说也是不错的 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大环境 我房间的室内的湿度呢 是大概百分之四十五到百分之五十 那么所以这个湿度对它来说呢 也还算凑合吧 虽然没有达到兰花们最喜欢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这个浇水 浇水的话我们必须要根据它的苗情 来判断我们一个浇水的情况 就是这个芽呀 它刚发出来的时候的速度是非常的缓慢的 甚至大家会发现有一段时间 这个新芽怎么就僵在那里 一动不动了 它是不是不长了 是不是僵牙了 是不是营养不够 是不是水不够 那么大家肯定多多少少会有这么样的一点疑问 那么大家千万不要去播这个资料去看啊 发生什么事了呀 只要它的这个炉头还是健康的 然后这个芽碰上去还是硬硬的 那说明这个芽是完全没问题 是健康的 它这个芽呢刚开始呢 是会先吸收旁边这个成熟的炉头的营养 去发出了这个芽 这个时候它自己还不会给自己制造养分 所以它的生长速度在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缓慢的 大家甚至可以看到它长到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停住了不长了 这个时候它在干嘛呢 其实它这个时候在走根 也就是说它这个小的芽的下方的底部啊 它开始去长它自己的根了 这个时候呢在表面上看我们会看到它的芽不动了 在心芽的管理呢 其实我们主要要分两步 第一步就是观察它这个心芽的位置 如果它的心芽还没有斩叶 还没有开口 我们呢就要注意这个水呢不能太大了 因为其实它这个时候还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水 太大的水反而会导致这个炉头的一个黑斧啊 然后导致它原本的根的一个烂根啊都是有可能的 基本上呢它的这个走根的过程当中啊 大概会要一个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大家一定要有耐心 当你看到它长到一定高度之后不动了 那就知道它在走根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这个盆面的植料的一个潮湿 大概等到过了一个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呢 当我们明显看到它的这个心芽开始开口了 那说明它底下的心根已经扎进去了 已经开始吸收养分供给这个心芽了 所以它的生长速度才会显著的变快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水分 或者是增加一点这个浇水的频率 但是只是一点点就好了 让它的这个心根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水分的一个吸取 其实总结来说呢 就是当你看到这个心芽开始开口 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快速的生长的时候 能够肉眼可见的它 每隔几天高度就高一点的这种感觉的时候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稍微增大一点水量的时候了 也是我们可以开始施薄肥的时候了 那么大家注意这个时候的肥料呢 就应该是以氮肥为主的一个生长肥 比例呢 那肯定是要比说明书的要更薄一点 一定要采用薄肥禽 就是以氮肥的一个原则来进行施肥 在我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的浇水的频率呢 是浇透一次呢 大概是两周的时间 然后呢我会隔三差五的去检查 它表面的质量是否干燥了 如果干燥的话呢 我就会给它做一个润面的一个处理 那么再过三五天就再来检查一次 直到大概到了两周的时间 这个时候我就会判断它整一个盆内的质量呢 基本上都是偏干燥了 那么我就会进行一次整体彻底的浇水 那么浇水的方法也是 只要你看到盆底有水流出 那么就可以停下来了 这里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个 可以增加一点周围空气湿度的方法 也就是在这个盆底的这个托盘里面呢 我们可以给它稍微加一点点水 那么这个水面的高度呢 反正就是你不要碰到这个盆的底部位置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让这个盆的底部也进到水里 让它这样的周围的空气呢 也能够相对的增加多一点点这个湿度 有些花友家里呢 如果说湿度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话 那么可以搞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盘子 或者说在旁边 你在单独再放一个水碗 其实都是会有一点点帮助的 另外还有一个增加湿度的方法呢 就是可以在空气当中去喷一些喷雾 让这个周围的空气啊 就是有一点的潮湿 好了 那最后总结一下 在我们这个国兰的一个 新芽发芽的养护过程当中呢 就是大家对于浇水呢 一定要做到见干见湿 另外就是在走根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有耐心不要去拨弄这个心芽 静静的等待它自己去开口 等到它开口之后呢 就代表着它的这个根啊 已经开始生长了 已经开始吸取养分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 给它加一点薄肥 浇水的这个频率呢 也可以稍微的快一点点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观看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